最強是明標5K6月份新莊場 28日晚間在新莊田徑場展開 當日天氣雖然炎熱 但恰巧天邊有彩虹出現 讓A組跑者相當驚喜 能夠邊跑邊欣賞美景 本次標5K由明治科技大學田徑隊 擔任配術團隊 熱愛跑步的明治科大校長劉祖華 也特別到場替學生及賴怡婷教練加油 並且對他們首次替標5K配術非常有信心 每天早上我們都在 民衆團會見面 因為我自己跑馬拉松 我已經完成218個馬拉松了 我對我們的配術員也都有信心 謝謝大家 大家一起來運動 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然後謝謝給明治有這個服務的機會 首次來跑標5K的B組贅術 跑者黃俊錡教練 這次也趁著休賽季 帶學生一起來測5千 賽後他表示 今天就是把這場當作訓練 未來預計會跑長龍馬和台北馬 這兩場賽事 這是算我第一次來參加這個 最強四名標5K 藉由這個時間休賽季我們來做一個測5K的部分 那也是說再讓我們下一個階段可以有一個目標去做突破 去年台北馬前就是有受傷 那現在算是剛回復 對然後今天就當作訓練 屢次在高中田徑賽的中場蓄力項目都得過好成績的許世貞 本次也是第一次來跑標5K 賽後他和我們分享參賽心得及在高三時改練田徑專項的原因 之前在跑谷練賽的時候就是有人帶 發明資訊歡迎鎖定尋寶官網 孫內新北報導